大家有当过谁的出气筒吗? 在中文里,无缘无故被人当作泄愤对象的人叫做出气筒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下这个单词吧 你为什么在哭? 我无缘无故被爸爸骂了 他可能是因为最近股票赔钱了,所以心情不好 我又不是出气筒,感觉太伪务了 今天出气筒这个词大家学会了吗? 希望大家可以活用起来,我们下次再见,拜拜!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